大家好,歡迎回到廣東話軍事頻道的NHK,我是你主持Larry 今天想說一個緊急消息 這是美國的南加州,這是一個海空軍測試場 或者我們俗稱China Lake,中國湖 在附近測試超級大黃風的情況墜機 墜機的事情是在美國時間禮拜二的上午10時半 即是我們昨晚的情況發生 現在的情況是機師安全逃生 即是彈射器彈出來沒什麼問題 當然,戰機就著地,然後墜地就著火 這些就必定了,讓大家看看情況 這是一些民眾拍到 你看到這個位置都是公路旁邊 那個地方因為是一個測試場 所以附近沒有什麼民居,所以不需要太擔心 最近解放軍有傳這個殲10 未知是機營的,但大家都猜想一個殲10 就是Bird Strike,一個鳥擊,然後就墜機 機師說在徒生前,三度向右樓避過民居,然後墜落 不知是否中國人口特別多籌密 所以那些空軍基地永遠都這麼近民居 你看到在美國這邊,真是一個地大,人少的情況下 你看到就算墜落去,除非旁邊有車 否則靜路也能避到 所以你看到有些群眾拍到,就很明顯是墜落了這次的情況 今次大黃蜂墜機的時候,據說做一些演練 這個訓練的時候應該是有攜彈的 所以會令到今次帶彈的衝擊力更大 因為油油和彈爆炸起來的威力,當然不可以少看 今次都需要去看出市的原因 今次是美國海軍的海軍航空兵的發言人 Sacharie Harrell,有說到 今次是一個例行訓練,機師沒事,送去醫院 情況是穩定的,這是不幸中之萬行 我和大家看看出市的地點,好嗎? 這個位置就是China Lake的位置 挖住了給大家 你看到今次出市的地方 戰鬥機聚會的地方是178號公路 和14號公路的交界處 那個地方叫做Kern County Kern可以譯作肯印、黑印都可以 Kern County那裡就是聚機 給大家看,它比較確切一點 Twitter也有和大家分享這個聚機為止 就是178號公路和14號公路交界的地方 暫時都沒有進一步消息 但當地媒體報導 消防員和警察都在現場 另外當地China Lake駐China Lake一面 反應部小組已經啟動了 現在應變的情況 我們相信這些戰機應該沒有什麼特別危險物 除了炸彈、飛彈或者燃油的情況 正路如果掉到無人的地方 就算消氣上來 都不會是一個很大的安全上的緊張 但作為在Kern County裡面 那些院長或市政府都需要去注意一下 暫時還未看到有什麼特別的傷亡報告 我們會為大家繼續去看 當然,流年不利的東西當然有 真的只是上個星期左右 你看到KC130 也是曾經幫F35B加油的時候 應該就是了 F35B撞到某些位置 所以令到這個加油機都要緊急降落 在農田那裡 而F35B簡直是墜毀壞 當然,幸好又是沒事的 機師也是及時逃生 這部加油機 TC130當中上面的成員也都沒事 這個非常之好 當然,也要調查事發的原因 這個我們必須要調查 所以你說會不會最近的大黃蜂 有機會要停飛呢? 我們會看 我想主要是海軍陸戰隊可能要停 你說海軍那邊 你出了航空母艦那些 很難會停 好,另外我們也看看 其實這個基地的China Lake附近 因為加州去年有地震 大概去年年中左右 大家看到不同的震央和幅度的震動 所以其實這個基地都是有些損壞的 所以有些破壞現在慢慢恢復 當然從整裏來說都要有些時間 你會看到就不肯定有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China Lake非常出名 大家都知道 包括一些武器 例如你看看F117夜鷹 夜鷹也被人拍到附近經常性飛 尤其是夜晚的情況 於是當時我們去想 它是作為敵對中隊的訓練 敵對中隊這件事大家應該不陌生 就是當作敵機模擬 我們昨天出了個5GAT的計劃 就說美國新一代的靶機 第五代隱形靶機 我想這裡多補充一點點 就是靶機不一定是把它打下來的 其實靶機是一種訓練 所以靶機本身都可以攜彈做一個訓練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靶機一定是被你拿到達擊落的 其實因為很多時候它就算打你 它只要模擬就可以了 它不用真的射箸實彈去打你 要不然你看到平時那些真機演練 就有很多人害怕 其實都是模擬彈 即是模擬攻擊到你 鎖掉了你就行了 所以那些靶機很多時候都不需要被擊落 你看到以前的大型靶機 即是有人駕駛那些 你看到以前 或者是改為無人機 你看到Phantom F4 但是F4後來都已經用完了 把機用完之後就用F16 現在如果多了一個隱形把機 事實是真的非常幫助 因為可以模擬到一些外國的第五代戰機 如果現在可以看到的第五代戰機 就是SO57 SO57在引擎和武器方面當然是先進 但是隱形方面人家是用等離子 等離子隱形的話就要等等 但是中國是用隱形塗料的 應該有涉及到夜鷹當年的塗料 所以美國這邊就用了夜鷹做模擬 但是用夜鷹做模擬其實很貴 所以你就用回第五代的人的把機 就會更加符合實際功能 又會便宜些 又會好用些 所以大家注意 那把機真的不一定要將它打下來 另外 除了這個影響 也有些大名鼎鼎的武器 例如你的B2 B2都在China Lake試過 所以這個China Lake真的不是開玩笑 空軍的武器、海軍武器都可以在裡面 China Lake其實很大 它也模擬了一些海放 所以它也可以在China Lake裡試一些海軍武器 都可以的 接下來說一些飛機那些 看看有沒有機會 或者在San Diego那裡試都可能的 所以這次有一個事故 第一,幸好就是 那些大王蜂跌下來的時候 機師能夠逃生 第二,聚落的地方 似乎都應該不會帶來民間那邊的傷亡 另外,應該要看 因為大王蜂開始怒舊 究竟是零件失靈? 機師是有個問題 供養會不會有問題? 空間迷向等等 空間迷向的可能性應該比較低 因為它是上午十點半出事 上午十點半出事的時候 你說海天是否一色呢? 仍然可以分到 以及還會飛行在內陸的情況 所以應該不會這麼容易 有空間迷向的問題 機師會不會有不息呢? 這就少見一點 如果說到大王蜂 詳細我們都要看 出到來的報告是什麼 我們關武器然為大家繼續跟進這些意外 因為通常這些緊急消息我們都非常關注 始終國之利器、空軍 每一次有任何事故都值得大家均真地分析和研究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分析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就可以按鈴鐺 和我們第一時間收到的通知 另外可以看廣告幫忙 另外也可以訂閱我們Patreon回應頻道 我們的番號是TigerNHK 大家只要按TigerNHK就可以了 另外我們可以用這裏的課金支持 例如你可以PayMe 可以行星銀行 或者轉數快到家 另外大家好像點唱 如果有些 topic 你真的很想聽 很想說 很想我說 你就PM我 或者Message我 我就會找時間盡量做 有些朋友說了某些 topic 我也會準備一下 有些就不用怎麼準備 因為我都很熟悉的 真的很快出道 但有些可能都要輕微做功夫 另外軍武BB班 我也在籌備中了 因為海空陸軍三樣都要講 軍武BB班都很多話要講 大家可以給我一些頭緒 如果你覺得想軍武BB班開些什麼 你可以在下面說 最好不要太窄 例如你不要跟我說 飛機引擎分多少狀 這些就太細了 例如我們說 例如有些朋友說 第幾代戰機怎麼分 這些都可以的 這些我們都會跟大家說 導彈是怎麼分 我們都可以跟大家說 例如核武器 處理的情況 我們都可以跟你們說 好 我們就在其他指數再見了 我是李主持Larry 拜拜